仔细霹雳之会推动捐赠医疗器材 挺医护救生命运动 安顺的食品批发 企业家邱果震决定将自己 8月份的部分盈利捐出 协助前线抗议 感恩陶师傅 他是第一位参与实际一起推动 响应慕心慕爱的一个商家 当他提出用这种方式的时候 少少的盈利来做回馈的捐赠 让此际去购买这个新冠病情的医疗器材 也为了要带动其他少短来参与 疫情带来的不只是病痛 也严重影响许多人的生活 连带也影响邱果震夫妇俩 共同经营的餐饮生意 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 把线下的经营模式转换到线上 也在疫情间回馈社会 我们有通过慈祭捐出了75份的生活包 来给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 这个是因为我们是很相信慈祭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慈祭 那为什么我会用我一部分的营运 来到做这一个活动呢 就是因为我想跟我的粉丝一起做善事 因为你们买回去的每一份食材都充满了爱 同时也可以跟你们的家人共享这一份爱 出国证透过网络的力量 短短一个月就募集到了超过一万令吉 在这艰难的时刻 希望将爱与善的能量持续在社会传递 待新闻正上美志工 李宝尼 柯友金 马来西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